而奧武戰爭現在俄羅斯承受不少壓力 因為前後兩任的國防部長跟參謀長 都被國際法庭開出逮捕令 理由是之前他們所發令的軍事行動 涉及傷害無辜的平民百姓 俄羅斯境內又有濃煙飄散 現場不只看得見火光 還傳來陣陣爆炸聲 原來起火的地點 可是俄羅斯南部一座彈藥庫 這裡其實距離前線有100公里遠 還是遭烏克蘭無人機鎖定 大火一路從夜晚燒到白天 同天烏克蘭無人機也攻擊俄羅斯邊境的貝爾戈羅德州 許多民眾拍下恐怖瞬間 一些爆炸影片也能聽見先是有無人機在附近盤旋 下一秒就能聽見猛烈爆炸 俄羅斯對外雖聲稱有攔截大量的無人機 但畫面看來恐怕並非如此 至於俄羅斯彈藥庫爆炸後 還有民眾拍下附近嚴重塞車 原來是俄羅斯緊急封鎖該區 不讓車輛進入 另外禮拜天克里米亞沙灘遭攻擊後 又有新畫面流出 一間海邊餐廳的監視器 確實錄下連環爆炸聲 民眾才拔腿狂奔 另一段戶外的畫面更是清楚 拍下海面上同時見起多個火花 民眾等於是肉眼看到才開始逃命 與此同時烏東地區的戰況 還是僵持不下 烏克蘭繼續在戰略要地 查蘇夫亞方向加強防守 使用的卻是蘇聯時期的 牡丹花自走榴彈炮 不過多多少少還是帶來幫助 而吳戰進入關鍵的夏季戰爭 其他國際軍援陸續到位 包含捷克援助的RM70 吸血鬼多管火箭炮 據稱一輪能發射40枚的炮彈 其次為了讓烏軍後勤動線更順暢 傳出美國總統拜登將批准一項新政策 允許美軍承包商進駐烏克蘭 協助進行武器保養維修 雖然沒有正式確定 但等於也是擴大美國人員直接協助烏克蘭 而烏兩邊一邊激烈交火 一邊展開近五個月最大規模的戰俘交換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斡旋下 雙方各換90人 烏克蘭方面獲釋的大多是先前在馬里乌波爾 和車諾比地區作戰的烏軍 同一天國際刑事法院正式對俄國前防長 肖伊古和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 發布逮捕令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聽到立刻開栓 雖然國際挺勿力道不減 但烏克蘭現在還得擔心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將牽動俄乌戰局 變數最大的川普年初曾說 鼓勵俄羅斯攻擊欠款的北約國 路透社又報導川普兩名顧問 正提交終止俄烏戰爭的方案 內容確實要烏克蘭先與俄羅斯展開核談後 才能獲得更多軍援 對此烏克蘭總統顧問直呼不合理 因為這等於是 以色列在加薩南部的戰鬥結束了 而接下來軍隊很可能會接掌加薩的民政管理 不過以色列國內有一些關於服兵役的問題矛盾 可能會導致總理納坦雅胡的執政聯盟因此垮台 大火之中巴勒斯坦百姓扯開喉嚨 驚慌 淒厲慘叫 以色列25號再度對加薩發動三次空襲 北部下體難民慘遭命中 但這次20多名死者當中 有大約10人是哈馬斯政治局領袖哈尼亞的親屬 包括他的親姐妹也葬身在以色列飛彈之下 只是隨著以軍繼續轟炸圍困這塊飛地 人道團體的救援物資運送也受阻 一份最新聯合國報告警告 幾乎整個加薩地區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進入激光狀態 保受八個多月戰火蹂躏的加薩 衛生系統供水基礎建設幾乎全部癱瘓 許多家長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活活餓死 甚至有早產兒才出生四天 就和家人天人永隔 根據CNN報道 加薩有超過五萬名孩頭 因為急性營養不良需要治療 而且被加薩的幼童受影響程度最為嚴重 他長生九年代 17kg 他長生5-20kg 他長得病毒 像拿牌整個骨瘦如柴 並憎憎地躺在病床上 但更慘的是一個比一個還要瘦 這兒子是一半身 他猶豫的最小的6kg 沒有低脂肪 他的身體能在吃自己的身體 尽管各界捷径全能 通过空海两路向加萨提供物资 但要如何将食物送到 急需民众的手中 依旧让联合国人到组织 一个头两个大 就算命保住了加萨 有八成五的教育设施 应战或停止使用 进而剥夺数万名高中应届 毕业生参加期末考的机会 这种一切苦难的起源 还是得回到去年10月7号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 就在爱儿三岁生日的这一天 哈马斯释出新影片显示 浑身是血的 欧尔雷维在10月7号当天被持枪哈马斯成员 逼迫爬上皮卡高速挟持到加萨 然而以哈停火协议持续僵局 至今仍有120名以色列人只被困禁在加萨 当中还有多少人活着 没有人知道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